歡迎收看小熊老師 騙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集要來介紹這個很經典的問題 它很值得教 真的很值得教 一格一色相連不同色填入這個2x2的格子裡面 有幾種上色方式 那麼就像我們上一集介紹那個填一長條的 我們可以一格一格填 我們現在就來討論一下 我用這個ABCD的順序 那你用別的順序基本上做出來會差不多 五個顏色 所以A有五個可以選 那B不要跟A一樣 所以B有四個可以選 C也不要跟一樣 所以C有四個可以選 那D勒 這時候就丟給學生 應該說一開始就可以丟給學生 那學生通常會順利的抓到這裡 然後他就會在D這邊呢 他不要跟B跟C一樣 所以選3 那就跟他說錯了 為什麼呢 為什麼錯呢 你說D不要跟B跟C一樣 那如果B跟C本身一樣 因為我們並不阻止B跟C本身一樣 所以如果B跟C本身一樣的話 那D有幾種可以選 他只要排除掉這一個就好 五個顏色 只要排除掉這個顏色就好 那他就變成有四種顏色可以選 對不對 這個時候老師心理就在期待學生寫 這個回答怎麼樣 5乘以4乘以4 乘以4 然後加起來 有沒有 就會變成是20倍的80倍的7 所以是560 答案是錯的這樣 然後我講到這裡 你們不知道有沒有 一路有看影片看到這裡的話 你應該就知道說 其實我想用這題講什麼 沒有錯 分拆 我們已經應該算第三次還是第四次了 再強化這個概念 就是說你一旦知道後面這一個受到前面的影響 你要做的是拆掉前面這一個 而不只有條列或者說窮局 你要做的不是列出所有可能 因為你列出所有可能的時候 你可能沒有注意到哪 某一種可能跟另一種可能 他們其實 必須這個含在同一個前提裡 他是把那個前提分拆掉了 所以其實並不是5 4 4 然後3 5 4 4 然後3或4 不是這樣子 而是怎麼樣 5 4 然後咧 如果C跟B一樣 這一種情況下才會是4 如果C不同B 同B是1 那不同B是多少 你看就是分拆這件事 這個概念給我們帶來的第二個優點 就是說同B是1 那不同B呢 因為你知道他是原本這個是拆掉的 所以不同B是3 你就不用再整個 那如果RGBW的話 就不用這樣自己整個重想 所以這題的答案是 5乘4乘上 3乘3加1乘4 也就是13倍的20是260而已 通常我都會讓學生用不同的方式再做一次 我們這裡用ADBC的順序 也就是1 2 3 4 這樣的順序點 那A這格有5個選擇 B這格呢 有 其實他可以跟A一樣 也沒有說他一定不能跟A一樣 對不對 那有5種選擇 那B這格咧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怎麼樣 B這格深獸 D到底有沒有跟A一樣影響 如果D跟A一樣 他就只要排除一個顏色 他就四種選擇 如果D跟A不一樣 他就會有 排除兩種剩三種 所以要分拆 再試一次 同A 不同A 所以你看這裡 同A是不同A 因為原本顯得是5 所以這個不同A是4 那就是說如果同A的話 那B只要排除這個顏色是4 那如果不同A的話是3 同樣的這個C也是一樣 如果他們兩個同色他是4 不同色是3 所以我這一個的算式出來的結果會是 5乘以1乘4乘4 加4乘3乘3 這是16 這是9是36 那36加16是52 乘以5是260 這看起來很不一樣的算式 但是是一樣的 那我們來看下面這一題 我都會讓學生自己做做看 那你也可以自己做做看 那這個如果不知道該怎麼做的話 很多的教科書都會建議就是說 從那個與最多格接觸的開始填 會讓你討論起來比較方便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一樣寫ABCDEF 但是我們的順序不是用這個順序填的 那我們先填B 再填E 就會把它分成左右兩邊 你填的A就填珠 再填C再填F 這樣子A珠跟CF等於算是有點獨立的 想自己寫看暗暫停 你也可以不用這個順序寫 你也可以自己找你的順序寫 你也可以自己找你的順序寫 這個時候呢 B有四種選擇 然後E不要跟它一樣是三種 A在這裡你就會發現 它有這個同一跟不同一 本來A排除掉B也是三種 現在同一是一種的話 不同一是兩種 A如果同一 B珠只要排除掉這個顏色就好了 所以它就會變成三種 A如果跟E不一樣 珠就要排除這兩個顏色 剩兩種 所以我們就會變成這樣子 然後接著填C呢 C在這裡呢 也會有同一不同一 如果C跟E相同 F一樣是排除這個顏色剩三種 C跟E不同 F一樣是排除這兩色剩兩種 那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 CF這一組跟A珠這一組是互不相干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畫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 4乘以3乘上 1乘3加2乘2 再乘上一次 1乘3加2乘2 那這個1乘3加2乘2是7啊 然後7乘7是49乘12 588 那同樣一題你也可以選擇 用A珠B1CF的順序做 那其實做出來也不會太難寫 就是說用這個順序做的話也不會太難寫 那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啦 很重要 我們要來看這一題 我非常喜歡的問題 這是我們這一堂課的核心 一個房間有五扇門 甲跟椅呢 都從不同的門進去 出來的時候 他選的門也要不一樣 也就是說甲椅不從同一門進 甲椅不從同一門出 而且兩人都不從自己進去的那一扇門出來 那他們會有幾種選擇呢 按個暫時自己想一下 那我們就直接來解這一題啦 所以甲進去的時候甲有五種選擇可以選 換椅進去的時候他不要跟甲選同一扇門進去 所以椅有四種選擇可以選 然後甲出來的時候他不從自己這一扇門進去嘛 所以他有四種門可以出來 換椅出來的時候 椅不從甲出來的這一扇門 也不從自己進去的這一扇門出來 所以椅出來的門有三種 如果答案是這個的話是錯的 那想一想為什麼錯 你為什麼錯的這件事情有沒有教過 而且才剛講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到呢 為什麼 而且我告訴你這個地方 後面這個地方錯了 椅出來為什麼不是 扣掉這兩扇呢 因為有一種可能就是甲剛好從椅進來的這一扇門出來 你如果有一二三四五扇門 甲挑一扇進去 椅挑一扇進去 甲出來的時候不從自己進來的這一扇就好了 那假如說他選了這一扇 他假如選這個出來 那換椅要出來的時候呢 他不能選這個也不能選這個 這樣看起來是三扇門可以選 可是其實假也可以怎麼樣 乾脆從椅進來的這扇門出去的話 那其實椅出來的就只有四扇門可以選 對不對 那你就會發現他的算勢呢 就會變成 要注意喔 希望可以做對了 因為這已經是我們這堂課第四次做這件事情 分拆他 分拆是很重要的 排列組合這個單元很重要的技巧 所以我們這個從之前就開始提到一下 然後特別還做了一集在介紹分拆 就是那個班長那個假以不同時當幹部嘛 對不對 這一集呢也在利用這個我們講說有一點點自由數學的問題 欸又提到分拆的概念 所以我才會選這幾題 所以我們把假出去的呢 變成同乙鏡 和不同乙鏡 本來這個地方寫的是四 所以同乙鏡是一的話不同乙鏡是三 如果他跟 乙同一扇門 跟乙進來的那扇門一樣 就從這裡出去 那乙可以有四扇門可以選 不然的話乙只剩三扇 所以這一題的算 這一題的最後的算式是 5乘4乘 1乘4加3乘3 那你會發現喔 9加43乘20260 是不是就是這一題 對不對 這一題是格子著色 這一題是一個像應用問題這樣子 進去門出來 也就是說看起來是不一樣的問題 但是其實背後的數學邏輯一樣 這個我沒講過 這就是數學抽象的特色 這是數學的價值也是數學難的地方 就是說你學數學有用 就是因為我們學一個數學可以用在很多不同的應用面 那難的地方就是說 所以你沒有想到他們其實背後的數學邏輯是一樣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相當於什麼 四色 五色填入 所以它相當於五色填入相鄰不同色的問題 可以嗎 那我們再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他說植一例骰子四次 點數記為A1 A2 A3 A4 就四次不同的點數把它記起來 請問符合以下情況的有幾種 這個1是A1-A2 xA2-A3 xA3-A4 不等於0 那根據我們一個稍微的數學的常識 就國中國一就懂的事情 如果你這樣乘乘乘不等於0 它其實就是要告訴你說 這三個括號怎麼樣 都不可以是0 因為你只要乘到一個0就是0 那 這三個括號不可以是0的話 它相當於在說這個A不等於1 A1不等於A2 A2不等於A3 而且A3不等於A4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 這個 A1 A2 A3 A4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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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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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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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aine Bomba A1不等於A2 A2不等於A3 A3不等於A4 而且有A4又不能等於A1 那麼A1、A2、A3、A4 要幾種?A1有6種 A2呢不要跟A1一樣是5種 A3呢不要跟A2一樣也是5種 這個時候A4不要跟A3一樣 又不要跟A1一樣 那你就會有一個問題 希望你可以有這個問題 如果你就寫一個5的話那就錯了 那希望你發現 或者說不要跟他們兩個一樣 所以剩4種 那這樣就錯了 希望你發現一點 其實如果A1跟A3不同 才會導致它是4種 如果A1跟A3一樣 它並沒有阻止我們讓A1跟A3一樣 它只要排除這個數字就好了 那它就會變5種了 所以沒有錯 這裡會分拆 變成是同A1 不同A1 如果它同A1是1 不同A1的話是4 因為它這裡本來是5種 如果它跟A1一樣的話它有5種 如果不一樣的話只有4種 所以這題的答案會變成是6乘以5 乘以1乘5加4乘4 那其實我剛才有縮肉嘴 你應該有發現吧 這一題呢 就又是 這一格就是A1 這一格是A2 這是A3 這是A4 所以A2不跟A1一樣 A3不跟A2一樣 A4不跟A3和A1一樣 你填了這一格 我們假如說先選這一格 再選這一格 你選這一格的時候 要考慮跟它一樣 或跟它不一樣 所以你看這個 骰骰子骰4次 結果它的算法又跟 這個進門出門一樣 又跟 填格子一樣 就是我想這個數學是抽象的 所以上面這一題啊 你就會發現怎麼樣 它其實也跟 我們前面看到這個填色問題一樣 它等於是一長條有6格 然後說6色填物 相0不同色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問題 那其實有很多數學的領域 是類似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從 數學邏輯去對應到圖形問題 發現它們其實是同一種邏輯 也許你會聽過 拓譜學的 的這個問題 類似的知識 那 這就是我們這一集要介紹的啦 那我們接上到這裡